NBA现在商业气息更重了 未来一人一成只会越来越少 大家为了自己的目的 抱团以后会更常见 在这样环境下 球队也是为了自身利益 哪怕是当家球星都可以交易 感情这个词语在NBA显得很苍白无力 不过有5人 除非是他们自己走 球队真不敢交易他们 他们如果被交易了 战绩和收入那都是断言式下滑 他们是球队非卖品 今天就来认识下 字母哥本赛季依旧是MVP热门人选 他还是攻防一体 28加11的数据还是稳定贡献 球队阵容没有夺冠17号 但是字母哥实力强 一直让熊鹿在东部保持前三 自己将身体优势发挥到极致 作为绝对核心 他贡献巨大 战绩有保障 优势当打之年 商业价值也不断提升 这样的字母哥无人可替代 熊鹿交易他 那等于是自毁前程 约基奇对于绝晶太重要了 现在队友实力真一般 木雷大伤后就不负当年之勇 约基奇真是一人扛起球队前进 要得分 要组织 真的是球队中流砥柱 他就是扮演当年邓肯在马次角色 效率高 各种高阶数据现役第一 三连MVP概率打 他就是现役第一中锋 有约基奇在 球队就有无限可能 本来这个时代中锋就稀缺 绝晶自然不会放走约基奇 东气奇没啥说的 独行侠真的逃到宝 当年选择东气奇而不是特雷扬 现在看真是明智 东气奇真的是全能战士 数据接近市场均三双 他把持球大和威力发挥到极致 自己数据漂亮球队战绩也好 颜值高 球技出色 他成为了广告商的宠儿 库班因为东气奇早就大赚 如果一切顺利 库班希望东气奇 有诺维茨基一般的生涯 库里是勇士队的对魂 没人能替代他的位置 哪怕巅峰乔丹来 也不见得比库里更适合勇士 库里为勇士带来了四关 然后几十亿的收益 就这两点球队就没理由交易他 现在库里还在巅峰尾巴 他能不断为球队做贡献 一个100%会有退役巡演 和速同向待遇的巨星 自然不会被交易 最后是詹姆斯 要说实力肯定是下滑了 只是他下滑了 依旧强过90%的球星 现在詹姆斯就是看商业价值 在这一点现意独一档 胡人也不指望詹姆斯再夺冠 能赚钱就足够 有这样行走的印钞机 胡人交易他就是脑子短路 毕竟没人跟过不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